6月24日下午,广州立湾方村片区贺源小区除外,恢复对外人员和交通通行。此前,方村片区实行风控管理,人员只进不出。解封消息,让广州立湾方村片区居民兴奋不已。有人放礼炮庆祝,有人在阳台上挂起了国旗。还有人特意开车到贺东大桥,只未体验出方村的感觉。 记者来到贺东大桥,看到交警正在陆续撤离路障,正式解除离开方村通道管控措施。风控管理期间,车辆不能从贺东大桥驶离方村。解封后,进出方村的车辆穿流不息,甚至出现堵车,有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到外面去,有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家。 在方村片区内的白鹤洞街道,记者看到,一些商铺正在陆续开门营业。 家住白鹤洞街道的胡女士告诉记者,昨天做核酸检测的时候,听说快解封了。 从今天凌晨就开始等消息,看到宣布解封后,大家都特别开心。 我们是5月26号凌晨开始,那到今天是整整的30天了,我们总共一共做了15次的核酸检测。 第一时间知道解封的消息以后,那大家,我们A4洞的整个居民就是在群里面在说,哎,终于解封了,终于守到胜利了。 这么多天大家在一起,真的很不容易。 以前因为这么长时间,邻居相互之间都是不认识的嘛,那通过这次疫情,彼此之间增加了沟通,那第一时间就说,哎呀,我们先下来拍个照吧,纪念一下我们这个30天一起度过的日子这样子。 在白鹤洞街道一小区门口,一块疫情画展立在路边。 上面写着众志成城,广州必胜几个大字。 黄先生是白鹤洞街道广岡新城小区的一名志愿者,封闭管理期间主要负责把物资配送上楼。 他告诉记者得知解封的消息后,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,开车出去逛了一圈。 我们这20多天以来,刚才在那个过河洞大桥的时候,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,我说这是一座二十几天不能跨越的桥,今天我终于可以跨过去了。 韩吉封闭封控管理的这段时间,黄先生有些热泪盈眶,他告诉记者,大家的心情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。 作为一名志愿者吧,其实在这个过程中,其实我体会得到方方面面的不容易。 从最初的时候,我们物资还没那么顺畅可以到达的时候,到后来政府给我们有一些采购的渠道, 还有一些朋友会关心我们在这些封闭区里面的这些居民,他们给我们送来一些物资的时候, 其实这种过程其实都是慢慢的走向一个,就是有不再向好的这种状态,直到今天。 还是希望,就呼吁一下大家吧,一定要好好珍惜,因为这段时间真的不容易。 方村片区解封后,有小区居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,是感谢曾经帮助自己的人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业主自发准备了牛奶、保温杯、零食等,准备送给志愿者,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默默付出。 这些天的话呢,每天的物资都是由志愿者从这个我们的物资配送站送过来, 然后送上楼的,他们非常辛苦,每天要穿那个防护服,很热, 就是感谢我们这些这么多天来帮助我们的志愿者。 除了一些礼物,小区居民给每位志愿者发了一张小卡片, 上面有该栋所有居民的手写签名。 邻居们设计的这个小卡片,上面的话呢,是有一些签字, 这些内容,然后后面,主要是后面,是我们这栋楼的, 挨家挨户的每户邻居的一个签名, 对,就表达一下我们对他们的感谢。 我觉得拿到这张卡片,就是心里面会很感动, 就是其实我们,大家出来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, 肯定都没有想过说,后面我们还可以收到这些小礼物, 因为就很用心,大家都写了房号,签了字, 那么我想经过这样的一次历程吧, 对我们自己西武的用户啊,诸户,诸户, 那么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更加有凝聚力了, 然后更加团结了,就觉得大家和睦, 邻里更加和睦。 为了庆祝解封,一小区物业管理员给居民送上了苹果,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。 因为今天这么解封的日子是我希望的, 就是上座我们所有业主都是平平安安, 所以发苹果,就甜甜,有个甜的感觉,健康的感觉。 房村片区是广州此轮本土疫情最严重的区域, 此前实行风控管理,现有人员不离开本片区, 外来人员不进入。 该区域的解封,意味着广州控制疫情取得重大进展。